还有关怀学生不落人后 洛杉矶陷警局警长麦唐纳 和东洛杉矶商会携手合作 准备了2000个背包 捐赠给贫困的学生 鼓励他们未来能够继续地努力学习 一刀剪下彩带 在洛杉矶局局长麦唐纳的带领下 为这次的慈善活动揭开了序幕 来自东洛杉矶的学生们 从警长级工作人员的手中 领到了全新的背包 他们掩饰不了兴奋的心情 因为能在学校开学前 收到这么好的礼物 真的很高兴 麦唐纳表示 虽然学生们领到的只是背包和文具用品 却让贫困的家庭减轻了不少经济的压力 这不仅鼓舞了学生求学的兴趣 也降低了辍学率 主办单位东洛杉矶商会表示 这次能筹募到两千个精美的背包发送 都得感谢善心企业的大力帮助 到场支持的落线现政委员苏利斯 更和麦唐纳一起颁发奖状给这些善心企业 他们更呼吁关心教育的民众 也能一起为这些贫困的学童 尽一分心力 东京新闻 英宏文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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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